- 字幕提供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總司令 今天台北股市加權指數 開高走低 然後到了11點半 開始慢慢這樣子拉起來 最後加權指數漲多少 68點 家瑋老師 你的航運股又跌了啦 你怎麼辦啦對不對 你今天沒有重播 喔好勇敢對不對 喔老師 你的長榮今天跌多少 指數漲68點 你的長榮竟然還跌01.24% 你的陽明竟然還大跌0.78% 你的萬海竟然還大跌0.72% 然後咧 那你的創意小跌8.59% 然後今天 IP股 AI股 再度全滅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講 你不要這麼好笑好不好 不要這麼好笑好不好 對不對 整天盯著家瑋老師的航運股 哎呦你的航運股都不會漲對不對 那你要不要盯一下你自己的股票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問你2636台華投控 今天是哪尾盤 我跟各位講 這種東西是有順序的你知道嗎 這種東西是有順序的 家瑋老師這一次沒有保留現金 我這一次我也沒有去放空 好 那我這一次我壓航運股 那你說航運股要大漲它有兩個條件 你知道嗎它有兩個條件 一個條件是什麼 家瑋老師這次走這條路是非常辛苦的一條路 一個條件是什麼 台北股市不能變成大空頭 因為如果變成大空頭 覆巢之下無完卵 所有的個股都會死 這是第一個必須要達成的條件 對不對 不論是空頭 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電子股必須死 因為你電子股不死 熱度在那邊 我們航運股怎麼會漲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嘛 家瑋老師一直跟各位講說 這個創意是個跳水台 跳水台越搭越高 跳下去會很精彩 為什麼 我相信技術分析大家都學過啊 對不對 這邊一根跌停板下來 我就說嘛 你以強勢股 股價的強或弱來講 這一根跌停板 你打算花幾天把它吃掉 像之前有一些股票是 跌停板 隔天就一根漲停板 直接把你吃掉 對不對 我們之前要引位不就是這樣子 前一天差一點跌停 隔天直接一根漲停板 出掉 後來我們把它出掉 出掉之後它又飛出去 這叫強勢股啊 那請問一下 一根跌停板搞了三個禮拜 還吃不了 請問這叫強勢股還是弱勢股 這就跳水台啊 然後 上禮拜五 就開高走低了 昨天 就跌6%了 今天 差一點跌停 變成這樣子 那我就問啊 請問一下 這是跳水台 還是往上漲 還是往上漲 這是跳水台 還是往上漲 短短的兩根黑棒 直接把這一整個多月吃掉 我們賣在這邊嘛 1045這一天嘛 對不對 那我就說了嘛 我剛剛說嘛 這一段時間 這個M頭 你現在看是M頭 或者是說你說這個是一個B波 對不對 B波逃命B波 然後C波大跌 這個 我說意高人膽大 對不對 當然有人可以賺錢啊 但是 賠錢應該居多吧 是不是 今天的創意 從開盤沒多久之後 就一直成交值是第一名 成交值是台北股市第一名 那 再 請問一下 我就想問一下 那 股價一路往下跌 難道大家都在放空嗎 你看這就知道了嘛 跌下去就有人拉起來 跌下去就有人拉起來 跌下去就有人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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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來看看今天那個當沖 到底是今天 到底是那個 創意會不會是虧損第一名 是不是 然後 套一句上個禮拜網友講的話 手握創意怎麼輸 是不是 對不對 然後 現在有哪一個老師 請問一下現在會有哪一個老師 會跟你承認他手中有IP股 會跟你承認他手中有AI股 會跟你承認他手中有IC設計股的 請問一下 哪一個分析師會跟你承認他手中有 絕對沒有啊 藏起來啦 今天人人都保銳啦 早上或許還有一個3324雙紅可以講 對不對 這個我們之前也獲利了結啦 少賺啊 少賺就是賺 那我就想請問一下 你今天雙紅是賺哪一賠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那個全新 也是一樣 找到大家衝喔 全新啊 對不對 2455 衝啊 咻 死 是不是 所以就是說 很多人就在那邊嘴家瑋老師 突然說我們恐怖情人 我笑死 我們兩次操作都大賺獲利了解 我就不跟各位講這個中間的價差了 我們就從這樣子算上來比較好算 對不對 兩次大賺都獲利了解 都是大賺獲利了解 那我就請問一下 你的創意有賺錢嗎 很多的人 我知道很多人就是要當偽黑 很多人就是不屑幫家瑋老師抬轎 所以家瑋老師做什麼股票 他們就要當偽黑 反對 所以呢 自從家瑋老師從1045賣掉之後 本來創意一路漲對不對 市場上對於創意的那個 那個評價就是 嗯 Chap GTT 笑死 對不對 對不對 家瑋老師在做的時候 當時候市場氣氛是這樣 Chap GTT 笑死 是不是 自從家瑋老師賣掉之後 齁 AI Chap GTT 超級好 這是Future啊 就你陳家瑋看不懂 是不是 哦 蛤 是是是 對對對 那我就說了嘛 我們大賺獲利了解 那我請問你 你創意有賺錢嗎 所以我就說嘛 僥倖撿回一條命 還以為自己是天選之人 我可以講 這個神仙難救無命客 教育老師一直都是秉持著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在節目上要講真話 對不對 你看嘛 你最近把那個 最近 叫你進來做AI股 叫你做電子股的老師 他不是叫你進來被套嗎 叫你進來被人家出貨嗎 只有家瑋老師一個人湊嘴 整天跟你講電子股不能做 到底我是在救你 還是我是在害你 那其他的分析師到底是在救你還是在害你 家瑋老師一直都是本持著這種善心在做節目 聽不聽得進去在你啊 對不對 我也不care我的業績 因為我沒有節目費 我care我什麼我的業績 是不是 那重點是我想要救你一命 事實上你如果你有聽我的話 你今天AI股絕對不會被套 對不對 我也救了你一命 結果我還要被你嘴 我還要被你臭 我還要被你笑 結果世界上就是有這麼的這個叫做什麼 套具這個對岸講的話叫做白眼狼 白眼狼 OK啊沒有關係啊 因為我這就可以證明什麼 雙蛙為什麼是輸家 這個我之前我都講過了啦 雙蛙賠錢的日常就是這樣子啦 永遠都是這樣子啦 教育老師抓轉折看壞電子的時候 大川特酸 哇 然後砰就被教訓了 然後咧 尾黑小魚有沒有 就全部死一片那樣死在沙灘上 這壯觀喔 所以我今天 我跟你講我今天做好事啦 教育老師今天做好事 我再來跟各位講一講 因為很多人絕對不知道 到底台北股市的電子股發生什麼事 穿越業績很爛嗎 不管為什麼會這樣點 那不然你叫你們老師解釋一下 穿越為什麼會這樣點 還是你真的認為這叫做 南下債客 這叫做教育老師的下甩模 這是甩叫 啊 你真的這樣覺得嗎 我就跟各位講 不要這麼好笑好不好 這個背後一定是有原因的嘛 這個背後一定是有原因的嘛 那至於這個原因是什麼 我今天我 教育老師今天猶豫了很久你知道嗎 我今天猶豫了很久 我一直在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告訴你 其實我之前講過了 我到底要不要救你 因為我如果不講 很多人一定會覺得說 哇下甩模對不對 我趕快進來買買了之後 我又要上去 但是我講了真正的原因之後呢 我相信很多人也聽不進去 那聽不進去 那是你的事情 但是有人會聽進去 那有人會聽進去 如果說我是幫助到 相信家維老師的人 那我也就覺得 嗯 對不對值得 對不對 我們這個救人一命 慎兆七級浮屠嘛 對不對 教育老師每天都有在做功課 因為念心經 金剛經 對我們就是要秉持著 幫助別人在做節目 可是如果我今天幫到的白眼狼 其實按照 師父跟我們講的是這樣子 你還是得幫 對不對 你就算被他咬了一口 你還是要幫 可是教育老師還是煩人 你知道嗎 我的心裡還是會覺得有一點 我到底要不要跟你講 對不對 我跟你講 如果我幫到一隻白眼狼 我還被你咬了一口 我還要被你酸 我還要被你笑 我還要被你罵 那我到底在幹什麼 可是最後我 想一想我還是該幫 因為師父的教誨還是 好好 對不對 我們還是該幫 那下個階段 我就來好好跟各位講 到底原因是什麼 你一定很想知道 到底 他為什麼會兩根黑幫下來 為什麼 家瑋老師你可以鐵口直斷 這裡叫跳水台 我在講這裡是跳水台的時候 你絕對看不出來這裡是做一個M頭 或者一個B波 那為什麼家瑋老師你鐵口直斷 那 跌下來 到底是買點還是賣點 未來還會不會持續跌 還是跌完之後他會反彈 嗯 原因是什麼 其實我之前講過了 去年10月就演過一次了 你還學不會嗎 這不是我3月17號 上禮拜五的節目測標 去年10月就演過一次 你還學不會嗎 嗯 下個段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成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 持股其中 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成東東部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成東東部 值得托付 02227525868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市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家瑋老師 這一階段我還是好心跟各位講 到底大碟的原因在哪裡 至於聽不聽得進去在你 我在3月17號禮拜五的節目標題我就下過 我說去年10月就演過一次 你還學不會嗎 什麼事情 今年台北股市這些IP股 這些半導體股會跌這麼重的原因 其實就是這個 美國補助晶片要看營業秘密 最快禮拜五開放申請 商務部要求給出裁測 產能跟產品單價等資訊 這個不是新聞啊 這個不是新聞啊 這個在今年的3月1號 現在3月29號 3月1號就已經有新聞了嘛 只是那時候3月1號出來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什麼 他到了3月底 才會開始正式申請 這就是為什麼 他可以從3月初這邊 拉出一個跳水台的原因 你說家瑋老師 你不要在那邊穿著附會 跟這個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跟各位講啊 你如果去看到這個 美國晶片法案的相關新聞 跟我們台北股市的聯動 你就會知道 他到底有沒有相關 你看喔 這是去年8月15號 我就講過了 去年8月15號出了這個新聞 這個是intel的總裁嘛對不對 美國晶片法案完成立法 補助經費 人需要全球供應鏈支持 我說這叫做讀完條款 結果我們市場竟然把它當利多 這個晶片法案就是要扶植 美國親兒子intel的嘛 你今天已經看得很清楚嘛 他要你的財測 他要你的產能 他要你的產品單價這些資訊 他拿了這些東西要幹什麼 扶植他的親兒子啊 你說教育老師跟這有什麼關係 來 111年去年的8月15號 一通過之後 你自己去看台積電 當時候最高點526 本來都在反彈喔 一通過之後 台積電就從晶片法案立法通過 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一路摘 摘到416點 你說為什麼他跌 就因為這個法案啊 好 當時候台積電跌 但是因為創意的業績很好 所以創意還在這邊撐 所以我們當時候做的創意 做的精心科嘛 是不是 10月6號 雙十節的前一天 教育老師還在 非常爽你知道嗎 股價創新高對不對 收盤價創新高 帶量創新高 我說嚇你甩你摩你 股價再創不斷新高是吧 震盪震盪震盪 均線糾結多多排列要出去了嘛 是不是 好 結果一個雙十節 出了這個新聞 一樣喔 美國晶片法案這個 同樣這個晶片法案喔 他說美中晶片戰加劇 他要先進製程跟晶片製造 禁止消防中國 這個新聞一出來之後 雙十節一回來 本來雙十節前夕教育老師還在嗨 雙十節一回來之後 創意直接跳空跌停版 後來就是你們所熟知的嘛 跌停隔天再跌停再跌停 然後一路跌跌跌跌跌到383 那教育老師這段時間幹嘛 我說我們要保護會員不殺地 很快會還給我們公道 為什麼 因為利多出境才是真的 有這種利空是假的嘛 對不對好 383 當時候台積電跌到這裡 370 你說跟這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 然後後來呢 證券劃波 隔天證券劃波 余額大潰逃 對不對 12619 我說這叫超級大利多 然後我跟各位講說 大家都開始看外台積電了 我看好他的一波反彈 台積電不良品變精品 然後指數也是從12629這裡開始要反彈 對不對 然後後來你就熟知了嘛 就是後來你熟知了嘛 很多人說 哎呦不要再講創意了啦 對啦 不要再講創意了啦 就是反正就是 創意就是我們就從這裡 一路衝到獲利了結 獲利了結之後又來一次 拉了一根紅K棒 假創新高 後來就跌到這裡 假突破真大跌 跌到632 對不對 然後呢 反彈起來我們再買回來嘛 到我們獲利了結嘛 獲利了結之後 是不是衝出去 對不對 衝出去之後 我還是跟各位講怪怪的嘛 後來就3月1號就出了這個新聞嘛 對不對 美國半導體補助設分潤條件 這新聞一出來 3月1號看仔細喔 然後呢我還跟各位解釋過 它裡面寫著分潤 我說這很離譜啊 你竟然你要跟人家分錢啊 這真的很離譜啊 出來之後 創意就跌停板了 對不對 這裡什麼晶片佔家具40%嘛 這裡跟你講什麼 3月1號出來說什麼要分潤嘛 後來隔兩天創意就跌停板了嘛 你說沒有關係嗎 嗯 現在跟你講說美國補助晶片 要看營業秘密 然後呢 創意就變這樣 你說沒有關係嗎 還是你真的覺得家衛老師 你就恐怖情人 你的念力發威 如果家衛老師念力真的這麼厲害 你看那我真跟你講你要小心啊 航運股會飛天啊 為什麼 我剛剛就跟各位講了嘛 一個是利多滿天飛 CAP GBT 高檔的利多出境 一個是利空 更何況有利空還沒中錯 那家衛老師剛剛跟各位講過了 我跟各位講 今天的家權只是這樣 從高檔這樣摔一下 對不對 然後呢 2603長總是這樣 2609 陽明跌不到1% 大跌啦 笑死人 對不對 2615萬海跌0.72% 笑死 對不對 教育老師這股票那麼爛 對不對 2636台花頭 唉唷 漲1.3 對不對 那你說他們這樣到底算強還弱 我的評判啊 強 為什麼 因為你要去看嘛 有利多的股票跟有利空的股票 AI股是有利多滿天飛 股價這樣子跌 那航運股我就問各位了 有利多還是有利空 有利多還是有利空 利空滿天飛 從家衛老師開始做以來 到這裡都是利空 除了那個什麼配息那個東西 那個配息我從來也不跟各位 當作他是利多嘛 從頭到尾 從2月13號股價落底以來 到現在為止 你都是沒有看到利多的 中間的過程我們就不要算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買在 我們2月21號開始買 第一根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後來漲上去嘛 漲上去你看 都是利空 喔 手機出口冷 利空嘛 對不對 股價摔一下 摔完一下以後 馬上又再漲回去 然後呢 最近 我就跟各位講 我認為是甩轎 為什麼 因為喔 這麼超級大利空 最近每一個都超級大利空 洋民市井海運合約價恐怕會下修很多 那我問你跌了沒有 後來法說會 後 法人沽 洋民的EPS會衰退98.36% 請問一下跌了沒有 SCFI的運價又走跌 請問跌了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你去最近這樣子 對不對 這個我基本上 你如果說這種跌1%要算做跌 尤其2609 那我也不知道你的評判標準是什麼 對不對 那種電子股跌了9% 跌了快跌停板 這不叫跌 教委老師這不叫跌 對不對 從漲停板殺到平盤 教委老師這不叫跌 航運股跌了1% 大跌 笑死 對不對 我就跟各位講 電子股沒有跌 我們的股票沒機會 那今天電子股跌了之後 你就來看了 然後昨天是不是又景氣四連攔 分數還接近14年的新低 只剩下10分了 景氣糟透 那我問你 崩盤了沒有 你去看陽明 這個陽明 我們這一天開始買 對不對 12月21號 你去看 底下你去看外資 外資真的是發很毛起來賣 除了這裡買幾天以外你看 他每天從這裡 你看一下數字 7600 17200 12000多 5000 8000 3000 4000 7000 對不對 這還少一點 4000 就這樣一路賣 昨天還在賣了5000多 那我請問你 陽明的股價崩盤沒有 跌得好像很慘 還抵不過3443創意這樣的兩根殺下來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 那我就再問各位一個 外資賣了這邊賣了好幾十萬張 請問股價誰接走 閃戶 還是你接走 雙蛙不聽老鼠眼 套牢電子在眼前 哀怨自連平加碼 你就繼續加碼你的電子股 突然有一天你就會看到 航運 飛上天 我們明天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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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